屏東縣原鄉各國中小與幼兒園學生接力登台 呈現足語歌謠學習成果 部落長者也接續上場不讓學生專美餘錢 這是屏東縣台灣母語日的活動畫面 在長榮百合國小熱鬧登場 匯局的其實不只是社區的 還有很多不同語言的 甚至我們還有台東的朋友花蓮的朋友 也都一起來協助 那我們希望通過這樣子的母語日 讓母語不只是說更是體驗 大部分是我們原鄉的學校 然後他們一叫一樂設計各種的闖關 讓參與闖關的人能夠一邊玩一邊學足語 那重點是我們覺得台灣 就是閩南語跟客家話也很重要 所以我們也各邀請有客家學校 跟閩南語的學校來擺攤 讓台灣在地的語言能夠更呈現出來 會場以文化闖關 手作體驗 文化展驗 基底納底兒童市集為四大主軸 吸引了縣內外許多大小朋友及教育界人士來參加 沉浸在母語學習歡樂的氛圍中 長榮百合小孩在這樣的一個環境的整個教育啊 特別那個小米還有做一些東西 都很感動 好像感覺過去失去的那個文化 好像有在被找回來 非常好 收穫很多 因為我真的看到的是 這間學校是非常的開放性 然後的去跟在地做結合 並且推動這個盧凱 排灣 跟這個原住民族文化 然後我覺得這也是我們學校可以去學習的 平縣府多年來堅持推動母語紮根 讓平東學子不論是排灣 盧凱 客家 閩南或新住民 都有多元機會與管道學習自己的語言 說自己的故事 彼此理解 包容與對話 這場活動以原鄉族語為開跑起點 帶領大家以多元活潑的方式 引動母語學習更大的聯誼效應 盼能激發親屍聲 將母語落實於日常學習與生活應用 記者張如英 劉建榮採訪報導